全油管最快新闻 春节将至年夜饭预定热潮席卷而来 许多餐饮企业推出了年夜饭预制菜 甚至一些老牌餐厅也供不应求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预制菜成为新选择 解决了不会做饭的困扰 数据显示 超过一半的消费者选择预制菜 作为年夜饭的选择 预制菜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23年销售额约1307.53亿元 同比增长43.6% 尽管预制菜市场呈现火爆趋势 但质量问题仍然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预制菜行业还需加强质量和安全观 才能实现场远见康发展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